蛋蛋了 就在家裡客廳席地而坐 尤安順與八歲兒子游禮 上演象棋PK站 這樣會怎麼不跑 不會啊 不會啊 你剛剛應該先跑一下 當爸爸的邊玩 還是不忘邊作戰教學 尤安順只要拍戲有空檔 就想把寶貴時間 留給最愛的兒子 前一陣子我剛好去拍 做過美女的時候 時間比較長就住到萬年 所以他睡覺了 就跟他說 其實我爸爸回來 他就起來了 然後就抱著我的蠻過癮 去一下子 弄得我這個男兒的眼淚 也是不親密的就這樣噴出來 尤禮還會煎蛋給爸爸吃 瞧他先熱鍋 再倒油讓油均勻沾在鍋面 然後把蛋輕輕倒入 還成功翻面 動作相當冷暢 多甜美的滋味 吃尤巴蛋最舒服的 就這樣整個要吃進去 帶一點點蛋黃汁這樣子 才過癮 尤安順幸福全寫在臉上 這裡是他們位在宜蘭的家 為了讓兒子就讀森林小學 舉家從台北搬到宜蘭 門口大字 心安理得是他們的家訓 尤安順還特地帶我們走訪東山鄉 百年九合道 小電動船是我們的東山鄉 相當有的一個特色 所以來到東山就像 帶你們來這邊來走一走 等一下你還會看到一座 我們東山過去的那個鐵橋 超漂亮的 難得享受悠閒的步調 也不忘化身推廣大使 幫東山鄉的美做宣傳 尤安順還被船長 搞笑進攻 土味情話 這哥你哪裡的 我要雲林 雲林喔 不是 你現在是我的心上人 我我有家事的人 對 我是做工的人 船長反應很快 也可見尤安順在做工的人 飾演板磨包廂昌歌 深植人心 雲林鳴順和薛士林 組成普隆共三人組 一場活大標罵工地主任的戲 讓觀眾印象深刻 聽我這麼多人 聽什麼聲音一丟兩天 聽我看得到做工的 那場戲一共拍了 大概是六鏡 每次都是一直OK的 你就對這個部罵 你一定要對他要口出狂言 所以我可能在某一部分來講 劇本的一些順序 可能會有更動 但是其實他不理本意 然後最後再加一些自己的東西 然後因為你電視的一個笨 然後你不罵彰化 所以你要把那個彰化轉換成另外一個 能夠盡量跟貼近角色的當中 然後那個情緒到了 我就覺得還滿好的 還滿過癮的 只是罵完之後也是真的滿無力的 因為又覺得好像都腦充血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做調整 你會調整你的呼吸 再怎麼樣就頭轉換一下 然後怎麼樣就過來 精彩演技 備受各大巨子青睞 像是牛車來距離 演安心亞的公公 蔡土水化身勤勞刻苦的電龍 又是第九節課裡面的校長 還有模仿範中 養育疼愛吳康仁的暖心舊舊 八點檔也看得到游安順 這場失去愛女的戲 哭得讓許多觀眾都跟著心碎 當時演他女兒的李彥 因故無法繼續演出 游安順臨為壽命 要送女兒最後一程 很奇特的就是 在那幾天當中就寄到訊息 什麼 女主角要掛了 那只能是瘋狂 掛了這個爸爸媽媽不可能不在嘛 所以那時候我也在拍其他戲 他會幫我喬我幾天時間回來 然後緒本來的時候 我就一看就傻了 怎麼一大段 反對於女兒的這種獨白戲 那導演說 孫哥你要 我可以晚一點拍你沒關係 我說沒關係 機器就好了 就先拍我沒關係 然後就是冷靜的看一看 冷靜的看一看 說是不是要看一看 好就對他來吧 前人看劇本看不到五分鐘 然後有些台詞是我自己加的 當然你可能 你在情緒當中說 你可能磁跑掉了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在情緒的氛圍裡面 你可以繼續延續那個情緒的感情 大家看了你就會 哇 你的情感是真的 林恩之情感一氣呵成 也難怪網路上大讚遊安順 演什麼 像什麼 而且無論切換頻道或平台 都看得到他 曾經一天最高高過三組戲 精準演出靠的是九宮格法 自己放在做中間的位置 其他還有八個 你就把你的可能性的接上去 比方說他最害怕的是什麼 他喜歡的是什麼 從八個歌詞 你再去創造出 另外一個九宮格法 然後這角色 就會變得比較豐富了 不要說 在盲人阿欽中 詮釋不被社會接受的更生人 游安順更展現創意角色型素 當時正在戒菸的他 碰上角色需求抽菸 就用吞菸來表現 我就把菸不點 我就把菸吃掉 就是在角色來講 我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然後你會嚇一跳 我就說因為我就是不想抽菸 那我覺得那種抽菸的形式 表演就會有很多種 我想創造那種表演的 可能性很好玩 2020年 游安順就以盲人阿欽和大吉 雙料奪下金鐘獎 迷你劇集 男配角及勢地 2017年也曾以 阿布拉的三個女人 獲得戲劇節目男配角 他說自己是幫主角 增添味道的蔥薑蒜 但其實游安順第一部作品 就在侯孝賢的 同年往事單綱男主角 精湛演技一炮而紅 隨後歷經台灣電影產業蕭條 轉戰小螢幕 一度離電影圈比較遙遠 好不容易等到卡納 卻是受邀演出農夫駕 侯孝賢導演帶出來的 我對孫大弟子 怎麼去演一個 連一個角色戲名都沒有了 還農夫嘉義餅 所以我覺得 你要拋棄這個詩 有八天雨衣在台灣 做這種水庫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那個渠道 然後可以流進那個農民的田裡面 就是那場戲就是 本戲的重點 那時候我看上去 我就我說我願意 戲不多 但細膩 游安順照樣抓人眼球 開始有樓下的房客 大佛普拉斯等等 許多電影客串集會 去年跟重返大螢幕男主角 在一家子兒咕咕叫 演出養歌人阿欽詩 深刻演繹中年男子的 失憶落魄 還一舉入圍 金馬獎一帝 因為他好像是台灣男人的 一個風格 對我演完之後 我自己看完那個戲 我居然 我整個都討厭我自己 沾倒他也是處理得不錯 因為他的片子就是 故意要走這樣的方向 就是戲裡面 我都會有一個版格的戲 就是我昨天是一剛 但導演他都沒有用 對 那這個沒有用的結果 就是看起來就變成 這樣的一個人 總是希望能夠把這個角色 在某一個心理的層次 可以做一個平衡 你就是想要我自己看上戲 所以我才是想要我自己看上戲 征戰大小螢幕 也享受舞台劇的演出 某岩順從被拆穿謊言 惱羞憤怒 在一個人落幕含淚 情緒飽滿又有層次 在清明時節 要化身一表人才的萬遇男 雖然某岩順笑稱 看似與他不符 但他總能運用細節活化角色 從揮上這個角色裡面來講 我要建立的是 另外一種情感的世界 就是說他可能情感比較豐富 對於他喜愛的東西 可以跟另外一個人可以相通 我覺得在這邊找到 彼此的契合的這種情感 就可以讓這個角色比較成立 也可以說服別人 不同表演形式 展現不同表演魅力 演員陸轉眼將近四十年 某岩順回想曾在咖啡廳 收到一個女生的感謝紙條 表示因為看了他的戲 幫助他媽媽化解多年心結 讓某岩順很感動 或許不是最耀眼的主菜 但透過演出 打動觀眾的蔥薑蒜 一樣迷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